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 家衡的事情 我是真不得已才没有告诉你 你不准怪我 更不许生气 没事的 其实上一次我就已经猜到了 妈妈让我这几天 就带佳恒回去 这么着急 佳恒肯定不愿意 对啊 但是妈妈担心啊 你也知道在她的心里 佳恒永远需要被人照顾 特别是这次生病之后 可即便是这样 佳恒也有自己想过的生活 有自己的追求 更有自主选择人生的权利 佳恒想要的自由 我会想办法帮她的 对了 那个余孝孝 你了解多少 余孝孝 是一个设计师 蛮有才华的 最近和佳恒走得很近 但 至于他俩发生了什么 佳恒从来不告诉我 佳恒是我弟弟 你也是我的家人 你跟佳恒的幸福 是我最期待的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在我最难过的时候 是你一直陪着我 姐 都这么久了 你也应该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了 你也应该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了 就给了你点意见 你的设计创意 完全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我说余孝孝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给别人起绰号 这木瓜脸又是什么意思 对啊 我也想知道 木瓜脸 嗯 就是木瓜脸啊 这 我说陈凤鸣 是不是我给别人起外号 你嫉妒啊 那这样好不好 既然你每天愁眉苦脸的 干脆叫你 苦瓜脸算了 我 这 你叫叫 我说你跟你跟我说话 能不能尊重一点 嗯 苦瓜脸 木瓜脸 别说还挺有CP感的啊 就这么定了 好 小心小心啊 我看你是 来喽 小小姐 今天成叔不在 我炸的 好嘞 趁热吃啊 忙去吧 灌着他 哎 等等 你看见我爸了吗 不知道 他好像今天早上心情不太好 就出门了 我说苦瓜脸 你是不是又惹我成叔生气了 千求怪 嗯 你少管我 你说 这好好一根苦瓜 怎么就长了张嘴呢 你这嘴比脸还臭啊 余笑笑 到 你 嗯 嗯 佳恒 你给评评理 你说有没有这样的胖羊 佳恒来 我觉得 你活该 不是 干得漂亮 你 我说你们俩 来 站队呢是不是 不带他 行 联盟了是吧 有人说 手 误误 小心烫啊 烫死我了 你怎么来想想 我有点紧张 紧张什么呀 你得学会适应这样的场合 你得气场全开 晓晓 袁总 我刚才和组委会沟通了一下 今天开场的压轴 是你的 恭喜你啊 晓晓 太好了 晓晓 真的吗 袁总 真的吗 南姐 不是什么意思于晓晓 你觉得袁总要坑你 还是南姐在蒙你 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下面即将到来的 是瑞可公司的设计师团队 有请 瑞可设计作为行业老牌设计公司 一直以来主打回归自然的设计理念 由著名的设计师袁一文创立 并云集了沈越南 李志杰等资深设计师 那今晚要为大家特别介绍的是 心境设计师于笑笑 作为瑞可新一代设计师中的代表 她的作品呢也入围了本次时装周 那她是否能代表瑞可 斩获新的辉煌呢 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吧 欢迎你的到来 下面到来的是由 戴映希女士创办的 包瑞公司 云集了陆深等资深著名设计师 在业内呢享有很高的名望 戴映希带领的包瑞设计 始终坚持极简的设计风格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欢迎你们 戴总 请留步 晓晓 等你有一天成了国际大牌设计师 可不能忘了我 可别闹我开玩笑 这次的设计作品相对以往来说 确实很特别 而且 也特别感谢一个人 因为如果没有她的话 我是无法独立完成这个作品的 你看这个戴映希 气场多足啊 跟她寻寻 你说的这个她 让我来猜一猜 她是否是您的爱人呢 看来是不方便回大师嘛 对 那就不为难你了 祝你好运 谢谢 欢迎你的到来 谢谢 骆总 您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这全都是今天的衣服了吧 对 这件也是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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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刘成在城里核对一遍 然后再给我 好的 那我再仔细核对一下 好 夏设计师 这件也是今天绣场的衣服吗 还有 看什么呢 没什么 袁总 我先回趟绣场 马上回来 转过来 就这样吧 好 我去秀场看一下 好的 先生们 女士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伊娃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一年一度的 米娅国际时装秀 在这里你将欣赏到国际最前沿的时装潮流 接下来就让音乐带我们一起去往时尚的天堂 那你的作品什么手上啊 你猜猜看哪些是我的作品 你怎么猜了 都开始了 晓晓 我跟你说件事 你猜我在鲍瑞的后台去 看到谁了 谁啊 骆家衡 骆家衡 他怎么来了 他跟我说他有事不来了 千真万确 我亲眼看见他 他就算来了 也不应该在鲍瑞啊 自从上次 看见他跟李志杰在一起 我就想 你说他们会不会 不行 我要去看看 又还没结束呢 你去干嘛 跟我来吧 怎么了 不好意思 我好像看到我朋友了 你朋友哪一位啊 余笑笑 余笑笑是你朋友 我走了 波瑞的后台区在哪儿 就在前面 过了咱们这儿 怎么了 笑笑笑 不对啊 我刚才路过的时候 这个门 明明是关着的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我正在这儿 在这儿 我不是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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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看 你着吃吃吃吃吃吃吃 你着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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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这就是你接近我的目的 对吗 不是的 这 这真的不是我做的 你要相信我 是 我就是因为太相信你了 因为相信你 所以我的设计稿才会被偷 因为相信你 我的衣服才会被毁 笑笑 你冷静一点 陆家河你让我怎么冷静 你真是太卑鄙 太无耻了 你凭什么骂他 笑笑 你们俩怎么了 我们鲍瑞的副总裁 还轮不到你来教主 蔡有心 小小 这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希望你这么说他 笑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所有的心血 都被他毁了 不是的 我 我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这样子了 真的不是我 我 我相信贾恒 他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相信 一唱一鹤的 你们俩还真般配啊 你们鲍瑞自己做了什么龌龊事 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之前就抄袭笑笑的作品 现在为了拿到压轴的翻位 又在这儿演戏是吧 你有完没完 你能不能 你你你你什么你 人造巨祸 有脸做没脸承认啊 等一下 大家都先冷静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事情捋一捋 笑笑 于笑笑 压轴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还愣着干吗 袁总 抓紧时间啊 下一场是你们的 现场都hold不住了 我知道 袁总 出了点状况 什么情况 袁总 这干嘛呢 玩呢 玩我呢 这破衣服怎么上啊 怎么搞的 算了算了 有愿没有 有 有什么 给我十分钟 马上搞定 几点了 没时间了 我也帮不了你 袁总 压轴作品 用你们公司的吧 行 没问题 压轴作品 用包瑞公司的 他们公司的作品名字叫 袋总 你们公司的作品名字叫什么 鲸鱼的四次重生 鲸鱼的四次重生 对 你 我们 有了 我们公司的作品名字叫做 刘家宏 我们公司 公司的作品名字叫做 放手 晓晓 晓晓 家豪 晓晓 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想和你聊聊 晓晓 妹妹 还有多久 我腰疼 别动 我其实还没消耳闹 你说你们小梁跟我吵架 吃个饭看个电影得了 是不是 你俩吵架你别挣扎你哥呀 你以为你神经病吧 谁跟那小梁可 妹妹 你要注意一下国际影响 再说了 我还等着他给我投资马金管呢 你为了你哥 你是不是要 你为什么 你问骆家衡要投资了 不是 我这 我这跑龙套的也没什么收入 这 我这不是想搞个父爷吗 余薇你神经病吧 老于家脸都被你丢光了 你先别生气 你听我说 你俩 这不是好了吗 他呢 还有个姐姐 咱们这以后啊 就是一家人了 谁跟他一家人了 要过 你跟他过去 不是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吗 不是余薇你这画的是我吗 我说你这猪你也画了 是不是 要不这样 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余薇 你能不能不要在我耳边嗡嗡嗡嗡的 小面还是抄手啊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 我想静静 静静又是哪个男的 哥 几百年前的老梗了 你让我一个人安静会儿行不行 那你慢慢想你的静静吧 我去想我的心心了 诺佳恒 诺佳恒 你做这么多 就是为了毁掉我吗 谁啊 早 卫哥 我说我怎么右眼皮一直跳呢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笑笑 我是不是多少年前就跟你说过 离我们家远点 你怎么还来啊 我 那个笑笑在不在啊 不在 谁啊 笑笑 我 怎么是你啊 师兄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 我在那看你走得着急 后面牙咒作品也换了 就很担心你 所以我想来 所以什么呀 谁是所以 所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哥 你什么态度啊 师兄 我没事 这段时间谢谢你啊 一直帮我 你没事就好 只要你有需要我都在 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要不师兄你先撤 你不舒服啊 那那你好好休息啊 明天我来接你上班 不用了吧 我 我 我这肚子 师兄 拜拜 你怎么 我先去厕所了啊 你没事 晓晓 你没事吧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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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他 走了 走了 走了啊 走了 干什么 你没听见晓晓说吗 肚子疼人有三斤 你懂不懂事啊 他 他肚子疼我看一眼 你走了 人家要上厕所 我 慢走 不送 慢走啊 走吧 我想问你个事情 你说 就 我猜到了 你是不是想问 我和嘉宏一起针对于晓晓 对 你这样问 我其实特别理解 但实话实说 真没用 真没用 不好意思啊 我最近态度一直不好 主要是因为吧 我们几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就算是天塌下来 我都会替晓晓挡着 那个骆家横我 你们几个 那是有几个呀 有机会 能带我认识一下吗 三个 真有点嫉妒于晓晓了 身边那么多人在乎他 所以你 don't have to Fahr 你都要是我 γ 您好 我说你小子还有啊 没玩 对 对 我说你小子还有啊 我说我这作业瓶怎么一直跳呢 原来是妹夫来了 来来来 请问笑笑起来了吗 想着呢 笑笑 妹夫来了 笑笑 我想跟你聊聊 我们之间还有必要聊吗 你说过 我们之间不是句号 为什么要把我的微信拉黑了 我为什么不能拉黑 你处心积虑地偷我设计回我作品 我为什么不能拉黑 你就那么肯定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误会我了 你女朋友戴影戏用的就是我的作品 不是你告诉她还会有谁 这件事情只是个意外啊 所以你承认她是你女朋友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所以你承认了 我没有啊 你走吧 不要再来找我了 骆佳衡 骆佳衡 陆申 请你不要再纠缠于笑笑了 你来这儿干吗 这是我跟笑笑的事 与你无关 我跟你说话呢 请你离于笑笑 远一点 我和笑笑的事 也与你无关 与笑笑的事 就是我的事 我想你俩 还没到那种关系吧 这还得感谢你啊 有了你的对比 我和笑笑 即将会有这样的关系 对了 正式通知你 正式通知你 从现在开始 我会追于笑笑 我不会让她受到半点伤害 你明白吗 你随便 你有种地把屁股擦干净啊 别搁个赖皮狗一样 死缠着笑笑不放行吗 别装可怜 像个男人 我说的就是你 你再说一遍 我说于笑笑一定会是我的 别可怜的像条狗一样行吗 为什么每次碰到于笑笑 我都会失去理智 即使她误会我 我也忍不住 想要靠近她 好 黎一 笑笑 对不起啊 前天的秀 我给你一个人扔在那儿 我还不了解你啊 来 抱一下 抱一下就原谅你 抱一下还不简单 你怎么才来啊 别提了 还不是那个陆师兄 一大早来 非要送我上班 非要让我吃早餐 不真是 我觉得那个陆师兄 对你还不错啊 要不要 考虑一下 大姐 你想太多了吧 我们俩顶多算是 师兄妹的关系 这谁规定师兄妹 就不能谈恋爱了呀 你吃八卦脑袋 林姨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 那你先答应我 我跟你说了 千万别激动 肯定不激动 我今天打算辞职 不是 为什么呀 前天那么重要的一场秀 就因为我一个人全搞砸了 我再待在公司 会拖累大家的 肖肖 你好不容易才进了瑞克 你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了呀 我没有要放弃梦想 我只是觉得 留在公司会连累大家 我们先回公司吧 走 肖肖 你怎么才来呀 我们等你好久了 肖肖 干得漂亮 袁总 我今天来是来辞职的 我绝对不会连累大家的 你们不用这样 肖肖 你想多了 来 坐 来 坐 别别别别 坐坐坐 你现在可是公司的功臣 知道吗 来 跟我们都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做到的 袁总 您都把我说糊涂了 你就说吧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次可不许卖关子了啊 南姐 我真不是故意搞砸那天秀的 是我没看好走秀那天的衣服 我给大家倒 那件事 已经翻篇了 咱们说说这件事 哪件事啊 恒星 你到底是怎么认识恒星的 恒星大大 笑笑 你认识恒星大大 恒星 我不认识啊 你看 还卖关子 你要是不认识恒星 人家为什么要转发你的作品啊 是啊 快 跟咱们袁总好好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笑笑 啊 恒星大大真的发了你的作品 这恒星啊 可是咱们业内数一数二的大神 恒星认证 那就相当于 设计界的米其林认证啊 笑笑 你要是再不说 可真不把我们当朋友喽 袁总 我真的是 我真不认识啊 好好好 袁总 这样 咱们等笑笑什么时候想起来了 再跟您说您看怎么样 好 行 那这样 咱们今天晚上 全公司聚餐 庆祝一下 还有啊 玉门 这样 咱们下个季度的主推款是 究竟 笑笑的这个系列 好吧 由笑笑全全负责